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十八首教你制作微软眼镜的课程 哎呀 时间也不早了 已经上午一点了 其实写的比较那什么 应该是凌晨一点 好 我们这节课呢 是接着上一节课 上一节课是把这个模式切换 跟大家把软件说了一遍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实际操作硬件 来验证一下我们写的这个 验证一下这个 为时半夜写的程序是不是 有问题 这个跟大家吹的牛皮 今天要通通兑现了 所以呢 我们就擦亮眼镜看一下吧 好 我们还是从PPT说起 这个PPT内容不多 主要是在测试上 我们今天就是这个联合测试 就是上节课 我们软件实现的那些功能 今天通通要测一遍 那么其实这个联合测试呢 主要是测的这个模式切换 以及各个模式下的一些简单的小功能 至于这种非常丰富的功能 实际上我在课前 之前的课程都已经讲过 那么也算留给大家一个 这个大的课程作业 可以把我之前说过的那些功能 我用窗口 调整住手 发送接收的那些 键码通通都试一遍实现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 毕竟这个手柄上一共就十个键 所以呢 不可能实现一个大的键盘之类的东西 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 做一个大的键盘玩一下 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们今天这个联合测试的内容 是使用手柄配合手机 完成视频观看 还有就是在三种模式之前来回切换 废话少说 咱们现在就开始测试 软件就是上一节课 我们解释了半天的这个 这个这些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它到底是不是 好用的 是罗子是马 这个时候该拉出来溜溜了 老规矩 开启摄像头 好 现在摄像头已经打开 来我们来看一下 先把这个程序烧进去 养成好习惯 每次都编译成最新版本 然后 好 这个已经刷新完成了 大家看手机屏幕就可以了 我们放在这 发现 这样把它放在这吧 然后移动一下 这个摇杆 发现它并没有光标出现 说明这不是鼠标模式 应该是这个手柄模式 那我们按一下这两个键 这两个键是空中切换键 同时按一下 按一下这两个键之后 然后移动一下 OK 发现了这个光标出现 那么这就是 进入了这个鼠标模式 然后我们 点一下这个左键 进入这个 嗯 VR OK 这个程序进入了 然后我们还是 拿鼠标来操作 好 然后选择分屏 点击进去 出来一个弹窗 好 我们有鼠标之后 这个什么都方便 然后再点击 OK 那么这个情况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手柄模式了 我们 切换一下 然后去切换一下是键盘模式 再切换一下 怎么 啊 不好意思 这个点错了 好 我用手进去吧 我们怎么判断它进入到这个 呃 键盘模式 这个手柄模式呢 就是你晃摇杆 光标不出现了 然后呢 按下来这个方向键 好 然后再按这个 进入键 就是这个键 它会进入到这个 我们选定的这个3D大片里面 好 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是为了演示啊 这种情况下 大家可以戴上眼镜了 就看到这个菜单都是3D的 我们点击进入 好 然后进来下一层之后 还可以再选 这个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我想选一个 随便拿一个集到者吧 然后再进入 好 这就已经开始播放了啊 大家拿着之前自己做好的眼镜 应该就会有 可以看电影了 然后如果我们想 退出的话 他就按这个键 可以退出 这看了一半不想看了 呃 呃 对当时说过这个退出键 在这个模式下 呃 并不是很好用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切换到 鼠标模式下 好 看到鼠标模式的时候 你按一下右键 你按一下右键 退出了 那么这就是一次模式切换 然后呢 你再按一下右键 还可以再返回上一层 好 这整个就返回到这个界面下了 好 这就是这个呃 鼠标和手标这个功能切换 啊 挺有意思啊 可以完全完整的操作这个APP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 呃 这个家伙啊 文档 好 我们来切换到键盘模式 然后按一下 呃 这说明没有切换过来 然后我们 好 鼠标移动 这是鼠标模式 再按一下 切换到键盘模式 那么输入的是A A 这就是键盘模式了 键盘模式 我们要把这输入法干掉 因为他比较讨厌 好 到这里 然后点击A 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在这个尾部上 这个A在不停的增加 我们现在按一下 shift键 再按A 好 我刚才没有按好 按住shift键 再按A 好 这个按键 按的比较 纠结 按键盘模式 这样看得清楚一点 呃 当前应该是 按键模式 这是小A 如果我按住shift键 灯亮起 好 出现大A 再按一下 小A 因为我刚才松开了 大A大A OK 送开之后是小A 大A 小A 好 两个大A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键盘模式 我单独按的话是小A 然后按shift是没有反应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键盘模式的这个测试 然后呢 我们按照功能键一切换 它还是可以回到别的模式的 好 又回到鼠标模式了 这个 鼠标模式看着比较明显 因为它有个小小光标在这里 然后它可以推出 你就放弃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退出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程序的功能 基本上这个 模式切换什么的都已经没有问题了 然后至于这个之前跟大家说的那个 快进快退这个功能 我之前用这个创考条件 这时候演示过 大家根据自己的做的实际情况 把这个加入到这个按键里边就可以了 就在这个 键码里边加入就可以了 好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联系我 因为这个键码已经知道了 添加方式已经知道了 这个就作为作业留给大家做好了 我就不一步一步带大家做了 那么今天这个演示呢 也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课章再见